约伯记第一章 乌斯的有一个人名叫约伯 那人完全正直 敬畏 神 远离恶事 他生了七个儿子 三个女儿 他的家产有七千羊 三千骆驼 五百对牛 五百母驴 并有许多仆比 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位置大 他的儿子按着日子 各在自己家里设百炎宴 就打发人去 请了他们的三个姊妹来 与他们一同吃喝 炎炎的日子过了 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节 他清早起来 按着他们众人的树木献繁记 因为他说 恐怕我儿子犯了罪 心中咒骂 神约伯常常这样行 有一天 神的重子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 撒旦也来在其中 耶和华问撒旦说 你从哪里来 撒旦回答 耶和华说 我从地上走来走去 上去下来 耶和华问撒旦说 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 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 敬畏 神远离恶事 撒旦回答 耶和华说 约伯敬畏 神岂是无辜呢 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 维护他和他的家 并他一切所有的吗 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 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 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 他必当面咒骂你 耶和华对撒旦说 看啊 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 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 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有一天 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 用餐喝酒 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 牛正耕地 驴在旁边喂食 十八人忽然闯来 把牲畜掳去 并用刀刃杀了仆人 唯有我一人逃脱 来报信给你 他还说话的时候 又有人来说 神从天上降下火来 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 唯有我一人逃脱 来报信给你 他还说话的时候 又有人来说 迦勒底人分作三队 忽然闯来 把骆驼掳去 并用刀刃杀了仆人 唯有我一人逃脱 来报信给你 他还说话的时候 又有人来说 你的儿女 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 用餐喝酒 不料 有狂风从旷野刮来 击打房屋的四角 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 他们就都死了 唯有我一人逃脱 来报信给你 约伯便起来 撕裂外袍 剃了头 扶在地上敬拜 说 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的是 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 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士 应当称颂的 在这一切的事上 约伯并不犯罪 也不忘平 神 约伯记 第二章 又有一天 神的重子来势力在 耶和华面前 撒旦也来在其中道 耶和华面前 耶和华问撒旦说 你从哪里来 撒旦回答 耶和华说 我从地上 走来走去 上去下来 耶和华问撒旦说 你曾用心查看 我的仆人约伯没有 地上再没有人 向他完全正直 敬畏 神 远离恶事 你虽激动我攻击他 无故地毁灭他 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 撒旦回答 耶和华说 人以皮带皮 情愿舍去一切 所有的保全性命 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 和他的肉 他必当面咒骂你 耶和华对撒旦说 看啊 他在你手中 只要存留他的性命 于是撒旦从 耶和华面前退去 击打约伯 使他从脚掌 到头顶长毒创 约伯就拿瓦片刮身体 他又坐在炉灰中 他的妻子对他说 你仍然持守 你的纯正吗 你咒骂 神 死了吧 约伯却对他说 你说话像鱼丸的妇人一样 难道我们从神守里德福 不也受祸吗 在这一切的事上 约伯并不以嘴唇犯罪 约伯的三个朋友 提曼人以立法 舒亚人比勒达 拿马人索法听说 有这一切的灾祸 临到他身上 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 为他悲伤 安慰他 他们远远地举目观看 认不出他来 就放声大哭 个人撕裂外袍 把尘土向天扬起来 落在自己的头上 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 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 因为他极其痛苦 约伯记 第三章 此后 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 约伯说 愿我生的那日 和说怀了男胎的 那也都灭眉 愿那日变为黑暗 愿 神不从上面眷顾他 亮光也不照于其上 愿黑暗和死因索取那日 愿蜜云停在其上 愿日时恐吓他 愿那夜被幽暗夺取 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 也不入月中的树木 看啊 愿那夜估计 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 愿那咒诅日子的 且能举起他们的哀声 愿那夜黎明的星宿 变为黑暗 盼亮却不亮 也不见天亮 因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 也没有将换难对 我的眼隐藏 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 为何不出母妇绝妾 为何有惜接受我 为何有奶不养我 不然 我就早已躺我安睡 和地上为自己重造 荒丘的君王谋逝 或于有金子 将银子装满了房屋的王子 一同安息 或向隐而未现 不到妻而落的胎 归于无有 如同未见光的婴孩 在那里恶人只惜搅扰 困乏人得享安息 在那里被囚的人 同得安息 欺压者的声音 他们听不见 大小都在那里 仆人脱离主人的侠制 受患难的人 为何有光赐给他呢 心中愁苦的人 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 他们切忘死 却不得死 求死 甚于求隐藏的珍宝 他们寻见坟墓 就快乐 极其欢喜 人的道路既然遮隐 神又把他四面围困 为何有光赐给他呢 我未曾吃 就发出叹息 我爱哼的声音涌出如水 因我所身恐惧地 临到我身 我所惧怕地迎我而来 我不得安稳 不得安息 也不得平静 却有患难来到 约伯纪第四章 提曼人以立法回答说 人若想与你谈论 你就愁烦吗 但谁能忍住不说呢 看啊 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 又兼顾软弱的手 你的言语 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 你又使软弱的稀稳固 但现在祸患临到你 你就昏迷 挨尽你 你便惊慌 你的倚靠 不是在你敬畏 什么 你的盼望 不是在你行事正直吗 请你追想 无辜的人有谁灭亡 有意的人在何处剪除 按我所见 更罪孽 众罪恶的人都照样收割 神一出气 他们就灭亡 他鼻孔的气一出 他们就消灭 狮子的吼叫 和猛狮的声音 尽都止息 少壮狮子的牙齿 也都敲掉 老狮子因缺食而死 吼叫的诱尸也都离散 我暗暗地得了默示 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 在思念夜中 异象之间 世人沉睡的时候 恐惧 战精临到我身 使我百股打颤 有灵从我面前经过 我身上的毫毛直立 那灵停住 我却不能变其形状 有影像在我眼前 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 避死的人岂能比神功义吗 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境吗 看啊 他不幸靠他的臣仆 并且指他的天使为愚昧 何况那住在土房 根基在尘土里 被杜虫所毁坏的人呢 早晚之间就被毁灭 永归无有 无人理会 他们的尊荣 岂不从中离开呢 他死 且是无智慧而死 约伯记第五章 你且呼求 有谁回答你 诸圣民之中 你转向哪一个呢 愤怒害死于妄人 极度杀死痴迷人 我曾见于妄人扎下根 但我忽然咒诅他的住处 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 在城门口被压 并无人搭救 他的庄稼 有饥饿的人吃尽了 就是在荆棘里的也抢去了 他的财宝又强到吞灭了 祸患虽不是从土中出来 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 人生在世 仍必遇患难 如同火花飞腾 至于我 我必仰望 神把我的事情托付 神 他行大事不可测度 行骑士不可胜数 降雨在地上 赐水于田里 将卑微地安置在高处 将哀痛地 举到稳妥之地 他破坏狡猾人的计谋 使他们的手 不得成就其所谋的 他较有智慧地 中了自己的诡计 使乖僻人的计谋 速速灭亡 他们白昼欲现黑暗 五间摸索如在夜间 神整旧熊乏人 脱离他们的刀 他们的口 和强暴人的手 这样 贫寒的人有盼望 罪孽之辈 比塞口无言 看啊 神所诚挚的人 是有福的 所以你不可轻看 全能者的管教 因为他打破 又包扎 他激伤 用手医治 你六次遭难 他避救你 就是七次 灾祸也无法害你 在饥荒中 他避救你脱离死亡 在征战中 他避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力 你必被隐藏 不受口舌之害 灾阳临到 你也不惧怕 你遇现灾害极井 就必嬉笑 地上的野兽 你也不惧怕 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 田里的野兽 也必与你和好 你必知道 你帐篷平安 你要查看你的住处 不可犯罪 你也必知道 你的后裔必要昌大 你的子孙向地上的青草 你必受高年迈 才归坟墓 好像河捆道时收藏 看啊 这里 我们已经考察 本事如此 你需要听 要知道是与自己有意 约伯记第六章 约伯回答说 唯愿我的烦恼称 提称 将我的灾害 一起放在天平里 现今都比海沙更重 所以我的言语被吞灭 因全能者的剑射入我身 其毒 我的灵喝尽了 神的惊吓摆震攻击我 野驴有草 岂能叫唤 牛有料 岂能吼叫 雾蛋而无言 岂可吃吗 但卿有肾魔滋味呢 看位可厌的食物 我心不可哀尽 唯愿我得助所求的 愿 神赐我所切忘的 就是愿 神把我压碎 伸手将我剪除 我因没有隐藏那 圣者的言语 就仍以此味安慰 在疼痛中还可忍受 我有肾魔气力 使我盼望 我有肾魔结局 使我延长年日 我的气力 岂是石头的气力 我的肉身 岂是铜的呢 在我岂不是毫无帮助吗 智慧岂不是 从我心中赶出静静吗 那受苦的人 他的朋友当已连续带他 为离弃 不敬畏 全能者的 不该带他如此 我的弟兄鬼诈 好像溪水 又向溪水随流而去 这和因结冰发黑 有血藏在其中 天气渐暖 就随时消散 日头炎热 便从远处干涸 他们的路偏离 到荒野之地死亡 提马结伴的客旅沾望 是八同伙的人等候 他们因事了盼望就暴溃 来到那里便蒙羞 现在你们正是这样 看见我潦倒便惧怕 我岂说 请你们攻击我 从你们的财物中 送礼物给我 岂说 拯救我脱离敌人的手吗 救赎我脱离强暴人的手吗 请你们教导我 我便不作声 使我明白 在何事上有错 正确的言语力量何其大 但你们责备 是责备慎魔呢 绝望人的讲论 既然如风 你们还想要 不正言语吗 你们想欺压无负地 为朋友挖坑 现在请你们看看我 我若说谎 你们必以为明显 请你们转译 不要以此为罪孽 请再转译 我在其中有理 我的舌上岂有罪孽吗 我的口里 岂不变奸恶吗 约伯纪 第七章 人在世上 起无定期吗 他的日子 不像故宫人的日子吗 像仆人窃目黑影 像受雇的盼望公家 我也照样 经过虚空的日月 夜间的疲乏 为我而定 我躺卧的时候便说 我何时起来 黑夜就过去呢 我尽是反来复去 直到天亮 我的肉体 以虫子和尘土为衣 我的皮肤破裂 成了可厌的 我的日子比缩更快 都消耗在无盼望之中 求你想念 我的生命不过是疯啊 我的眼睛 必不再现福乐 观看我的人 他的眼壁 不再现我 你的眼目要看我 我却不在了 云彩消散而过 照样 人下坟墓 也不再上来 他不再回自己的家 故土也不再认识他 我不禁止我口 我灵愁苦 要发出言语 我心苦恼 要吐露哀情 我对 神说 我岂是阳海 岂是鲸鱼 你竟防守我呢 若说 我的床必安慰我 我的踏壁解释 我的苦情 你就用梦境害我 用异象恐吓我 甚至我宁肯噎死 宁肯死亡 胜过留我这性命 我厌弃性命 不愿永活 你认凭我吧 因我的日子 都是虚空 人算甚魔 你竟看他未大 你竟将他放在心上 你竟每早见察他 时刻试验他 你到何时才 转眼不看我 才人凭我咽下唾沫呢 见察人的主啊 我犯了罪 我当向你如何行呢 为何以我当你的剑靶子 使我咽弃自己的性命 你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 除掉我的罪孽 我现今要睡我在尘土中 你要在早晨寻找我 我却不在了 约伯纪第八章 书亚人比勒达回答说 这些话你要说到及时 口中的言语如狂风 要到及时呢 神岂能偏离公平 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 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 他就因他们的过犯弃绝他们 你若从早寻求 神 向 全能者恳求 你若纯权正直 他必定为你醒来 是你公义的居所兴旺 你起初虽然微小 终究必大大发增 请你拷问钱袋 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 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 一无所知 因为我们在世的日子 好像瘾 他们岂不只叫你 告诉你 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呢 尾子没有泥岂能发长 香脯没有水岂能生长 上青的时候 还没有割下 比别样的草都先枯高 凡忘记 神的人 其所行的路也是这样 伪善之人的盼望 要灭媚 他所盼望的必砍断 他所倚靠的必为蜘蛛王 他要倚靠房屋 房屋却站立不住 他要抓住房屋 房屋却不能存留 他在日光之下发青 质子藏满了园子 他的根盘绕石堆 扎入石地 他若从本地拔出它 那地就不认它 说 我没有见过你 看啊 这就是他道中之乐 以后必令有人从得而生 看啊 神必不丢弃完全人 也不扶住邪恶人 只等他以喜笑充满你的口 以快乐充满你的嘴 恨恶你的要披带惭愧 恶人的居所必归于无有 约伯记第九章 约伯回答说 我真知道是这样 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一呢 若愿意与他争辩 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 他心里有智慧 且大有能力 谁向神刚硬而得亨通呢 他发怒 把山翻倒挪移 山病不知觉 他使地摇动 离起本位 地的柱子就颤动 他吩咐日头不出来 就不出来 又封闭众星 他独自铺张诸天 踏在海浪之上 他造北斗 参兴 卯兴 并南方的秘宫 他行大事 不可策夺 行骑士 不可胜数 他从我旁边经过 我却不看见 他在我面前行走 我道不知觉 看啊 他取去 谁能阻挡 谁敢问他 你做甚么 若 神不收回他的怒气 扶住骄傲人的 必屈身在他以下 既是这样 我怎敢回答他 怎敢选择言语 与他辩论呢 我虽有意 也不回话 只要向那审判 我的恳求 我若呼求 他应允我 我仍不信 他真听我的声音 他用暴风折断我 无故地加增 我的损伤 我就是喘一口气 他都不容 倒使我满心苦恼 若论力量 看啊 他真有能力 若论审判 谁为我定期 让我变白呢 我若自已 自己的口 要定我未有罪 我若说我完全 我口必嫌我未完取 我虽完全 仍不知道自己的心 我倾见我的性命 善恶无分 都是一样 所以我说 完全人和恶人 他都灭绝 若忽然遭杀害之祸 他必须笑无辜的人遇难 世界 交在恶人手中 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 若不是他 是谁呢 他在哪里呢 我的日子 比跑信的更快 急速逃去 不见福乐 我的日子 过去如快船 如急落抓石的印 我若说 我要忘记我的爱情 除去我的愁苦 安慰自己 我因愁苦而惧怕 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 我若被定位恶人 我何必突然劳苦呢 我若用血水洗身 使我的手 未曾如此洁净 你还要扔我在井里 我的衣服都憎恶我 他本不像我是人 使我可以回答他 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 我们中间没有听审的人 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 愿他把杖离开我 不使惊慌威吓我 我就说话 也不惧怕他 现在我却不是那样 约伯记第十章 我厌烦我的性命 必由着自己述说我的爱情 因心里苦恼 我要说话 对 神说 不要定我有罪 要指示我 你为何与我争辩 你手所造的 你又欺压又藐视 却光照恶人的计谋 这是你以为美吗 你的眼岂是肉眼 你查看 起向人查看吗 你的日子 起向人的日子 你的年岁 起向人的年岁 就追问我的罪孽 寻查我的罪过吗 其实 你知道我没有罪恶 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 你的手创造我 造就我的四肢白体 你还要毁灭我 求你纪念 制造我如团泥一般 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 你不是道出我来好像奶 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 你一皮和肉 唯一给我穿上 用骨语巾 把我全体联络 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 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 然而 你待我的这些事 早已藏在你心里 我知道你久有此意 我若犯罪 你就查看我 并不赦免我的罪孽 我若行恶 便有了祸 我若为义 也不敢抬头 正是满心羞愧 求你看我的苦情 我若昂首自得 你就追捕 我如狮子 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 你重力见证攻击我 向我加增恼怒 如军兵 更换着攻击我 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 不如我当时弃绝 无人的见我 这样 就如没有我一般 一出母胎 就被送入坟墓 我的日子 不是甚少吗 求你停手宽容我 叫我可以烧得畅快 就是再往而不返之先 就是往黑暗和死因之地已先 那地甚是幽暗 是死因混沌之地 那里的光好像幽暗 约伯纪 第十一章 拿马人所法回答说 这许多的言语 岂不该回答吗 多嘴多舌的人 岂可称谓义吗 你的谎话 岂能使人不作声吗 你细笑的时候 岂没有人叫你惭愧吗 你说 我的道理纯全 我在你眼前洁净 唯愿 神说话 愿他张嘴攻击你 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 就是智慧是有两面的 所以当知道 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 你考察就能测透 神吗 你岂能尽情测透 全能者吗 他的智慧高于天 你还能做圣魔 身于地狱 你还能知道圣魔 其量比地长 比海宽 他若剪除 将人拘禁 或是招聚 谁能阻挡他呢 他本知道虚妄的人 人的罪恶 他既是无所不限 岂不留意吗 人生在世 虽像野驴的居子 空虚的人 雀怨的智慧 你若预备己心 又向主举手 你手里若有罪孽 就当远远地除掉 也不容罪恶 住在你帐篷之中 那时 你必扬起脸来 毫无斑点 你也必坚固 无所惧怕 因你必忘记 你的苦楚 就是想起 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 你的年岁 要比正午更明 你必发出光来 如同早晨 你因有盼望 就必稳固 你必似为 掘开地土 坦然安息 你躺卧 无人惊吓 且有许多人 向你求恩 但恶人的眼目 必要失明 他们不得逃脱 他们的盼望 就像是弃绝 约伯记 第十二章 约伯回答说 你们真是子民啊 你们死亡 智慧也就灭霉了 但我也有聪明 与你们一样 并非不及你们 像这样的事 谁不知道呢 我这求告 神蒙他应允的人 竟成了邻居所讥笑的 公义正职人 竟受了人的讥笑 那将要划脚的人 就像安逸的人心里 藐视明灯 强盗的帐篷兴旺 惹 神的人稳固 神多将财物 送到他们手中 你且问走兽 走兽必只教你 又问空中的飞鸟 飞鸟必告诉你 或雨的说话 得必只教你 海中的雨 也必向你说明 看这一切 谁不知道是 耶和华的手做成的呢 凡活物的生命 和人类的气息 都在他手中 耳朵岂不试验言语 正如口长食物吗 年老的有智慧 瘦高的有知识 再 神有智慧和能力 他有谋略和知识 看啊 他拆毁的 就不能再建造 他捆住人 便不得开示 看啊 他把水流住 水便枯干 他再发出水来 水就翻地 在他有能力和智慧 被迷惑的 与迷惑人的 都是属他 他把谋士剥夺掳去 又使审判官 变成愚人 他放松君王的绑 又用带子 捆他们的腰 他把官场掳去 又使有能的人清败 他废去中信人的讲论 又夺去老人的聪明 他使君王蒙羞被辱 虚弱有力之人的力量 他将深奥的事 从黑暗中彰显 使死因显为光明 他使邦国兴旺 而又毁灭 他使邦国开广 而又缩小 他将地上民中首领的心夺趣 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 他们无光 在黑暗中摸索 又使他们东倒西歪 像醉酒的人一样 约伯纪 第十三章 这一切 我眼都见过 我耳朵听过 而且明白 你们所知道的 我也知道 并非不及你们 我真要对 全能者说话 我愿与 神理论 你们是编造谎言的 都是无用的一生 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啊 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 请你们听我的辩论 留心听我嘴唇的分诉 你们要为 神说邪恶的话吗 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 你们要为他训情面吗 要为神争论吗 他查出你们来 这岂是好吗 人讥笑人 你们也要照样讥笑他吗 你们若暗中训人的情面 他必要责备你们 他的尊荣岂不叫你们惧怕吗 他的惊吓岂不临到你们吗 你们的名号像卢灰一样 你们的身体如同淤泥的身体 你们不要作声任凭我吧 让我说话 无论如何我都承当 我何必把我的肉挂在牙上 将我的命放在手中 他虽杀我 我仍要信靠他 然而我在他面前 还要辩明我所行的 他又要做我的拯救 因为伪善之人不得到他面前 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 使我所辩论的入你们的耳中 看啊 如今我已沉迷我的案 知道自己必被称义 有谁与我争论 现今我若坚默不言 我便弃绝而亡 唯有两件不要向我施行 我就不躲开你 就是把你的手缩回 远离我身 又不使你的惊慌威吓我 这样 你呼叫 我就回答 或是让我说话 你回答我 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 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迁 你为何掩面 拿我当仇敌呢 你要折断被风吹来吹去的叶子吗 要追赶枯前的碎阶吗 你写下苦楚之事攻击我 又使我担当幼年的罪孽 也把我的脚上了木狗 并定睛查看我一切的道路 在我的脚跟上加上伤痕 我已经像灭绝的烂雾 像虫柱的衣服 约伯记 第十四章 人为妇人所生 日子短少 满有患难 出来如花 又被割下 逃去如影 不能存留 这样的人 你起睁眼看他吗 又叫我来到你那里受审吗 谁能使洁净之物 处于污秽之中呢 无论谁也不能 人的日子既然限定 他的月数在你那里 你也派定他的界限 使他不能越过 便求你转眼不看他 使他得歇息 只等他向故宫人 完毕他的日子 树若被砍下 还可盼望发芽 其嫩枝生长不息 其根虽然衰老在地里 干也死在土中 极致得了水汽 还要发芽 又长枝条 像新栽的树一样 但人死亡而消灭 他弃绝 竟在何处呢 海中的水绝境 江河消散干涸 人也是如此 躺下不再起来 等到诸天没有了 仍不得复醒 也不得从睡中唤醒 啊 唯愿 你把我藏在坟墓 存于隐秘处 等你的愤怒过去 愿你为我定了日期 纪念我 人若死了 岂能再活呢 我只要在我一切所定的日子 等我改变的时候来到 你呼叫 我便回答 你手所做的 你必切莫 但如今 你竖点我的脚步 岂不窥查我的罪过吗 我的过犯 被你封在袋中 也逢言了我的罪孽 山崩变位无有 磐石挪开原处 水流消磨石头 你把地土尝出之物洗去 你也照样灭绝人的盼望 你攻击人永远的圣 使他去世 你改变他的容貌 叫他往而不回 他儿子的尊荣 他也不知道 降违背 他也不觉得 但之身上疼痛 心中悲哀 约伯纪 第十五章 提曼人以立法回答说 智慧人 岂可发出虚空的知识 用东风充满杜妇呢 他岂可用无意的话 和无济于事的言语理论呢 你是废弃敬畏的义 在神面前禁止祈求 你的口吐出自己的罪孽 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 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 并非是我 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 你岂是第一个被生的人吗 你受造在诸山之先吗 你曾听见神的秘址吗 你还将智慧独自得尽吗 你知道圣魔是我们不知道的呢 你明白圣魔是我们不明白的呢 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 比你父亲还老 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 你以为太小吗 你有圣魔隐藏的事吗 你的心为何将你带走 你的眼无视圣魔 使你的灵反对 神也认你的口发这言语 人是圣魔竟算未洁净呢 妇人所生的是圣魔竟算未义呢 看啊 神不信靠他的众圣民 在他看来诸天也不洁净 何况那喝罪孽如水的世人 不更污秽可憎魔 我只是你 你要听 我要述说所看见的 就是智慧人从他们列祖所受 传说而不隐瞒的 这地为独赐给他们 并没有外人从他们中监禁过 恶人一生之日 劳碌痛苦 欺压者一生的年数也被隐藏 惊吓的声音常在他耳中 在哼通时 毁灭者避临到他那里 他不信自己能从黑暗中转回 他被刀剑等候 他漂流在外球时 说哪里有食物呢 他知道黑暗的日子 在他手边预备好了 急难困苦叫他害怕 而且胜了他 好像君王预备上阵一样 他身手攻击 神 自撞其力攻击 全能者 他挺着景象 向全能者 向党牌的厚突面直闯 是因他的脸蒙上之油 腰积成肥肉 他住在荒凉城邑 无人居住 将成乱堆的房屋 他不得富足 财物不得长存 其全胜在地上 不得长久 他不得处理黑暗 火焰要将他的枝子烧钱 因神口中的气 他要离去 不容他这被欺哄的 倚靠虚假 因虚假 必成为他的报应 他的日期未到之先 这是必成就 他的枝子不得清绿 他必向葡萄树的葡萄 未熟而落 又像橄榄树的花 一开而泄 原来伪善之人的 会比城荒场 受贿赂之人的帐篷 必被火烧 他们所怀的是毒害 所生的是虚假 心里所预备的是鬼诈 约伯记第十六章 约伯回答说 这样的话 我听了许多 你们安慰人 反教人仇反 虚空的言语 有穷尽吗 有甚魔话惹动 你回答呢 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 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 我也会堆起言语攻击你们 又能向你们摇头 但我必用口坚固你们 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 我虽说话 忧愁仍不得消解 我虽停住不说 忧愁就离开我吗 但现在 神使我困倦 使亲友远离我 又给我天上皱纹 做见证攻击我 我身体的枯兽 也当面见证我的不是 主发怒撕裂我 恨恶我 向我切齿 我的敌人怒目看我 他们向我开口 打我的脸羞辱我 拒毁攻击我 神把我交给不敬钱的人 把我扔到恶人的手中 我素来安逸 他折断我 掐住我的景象 把我摔碎 又立我为他的剑靶子 他的弓箭手 四面围绕我 他破裂我的肺腑并不留情 把我的胆情倒在地上 将我破裂又破裂 如同巨人向我直闯 我缝麻布在我皮肤上 把我的脚垫在尘土中 我的脸因哭泣发紫 在我的眼皮上有死因 却非因我手中有肾摩不易 我的祈祷也是纯洁 弟啊 不要遮盖我的血 不要阻挡我的哀求 现今看啊 在天有我的见证 在上有我的记录 我的朋友计较我 我却像神眼泪汪汪 愿人得雨 神变白 如同人与邻居变白一样啊 再过几年 那时我避走纳网而不返之路 约伯纪第十七章 我的气息衰败 我的日子灭尽 坟墓为我预备好了 细笑我的 岂不在我这里吗 我言岂不常现 他们惹动我吗 如今躺下 使我与你作宝 谁肯与我击掌呢 因你使他们心不明理 所以你必不高举他们 像他的朋友说奉承话的 连他儿女的眼睛也要失明 他又使我做了民中的笑谈 从前我就像鼓一样 我的眼睛也因忧愁昏花 我的白体好像影 正直人因此必惊奇 无辜的人要兴起 攻击伪善之人 依人且要持守所行的道 守洁的人要立上加力 至于你们众人 如今再来辩论吧 因为你们中间 我找不住一个智慧人 我的日子已经过了 我的谋算 我心所想望的已经断绝 他们将黑夜变为白昼 亮光因黑暗而短少 我若等候坟墓为我的房屋 我安了装在黑暗中 我对朽坏说 你是我的父 对重说 你是我的母亲姊妹 这样 我的盼望如今在哪里呢 我所盼望的 谁能看见呢 等到我们安息在尘土中 指望都避下到坑中的门栓那里了 约伯纪第十八章 书亚人比勒达回答说 你们言语要到基石穷尽呢 你可以注意纠察 然后我们就说话 我们为何算为畜生 在你眼中看作卑贱呢 他在怒中将自己撕裂 难道大地为你剑气 磐石挪开原处吗 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 他的火花必不照耀 他帐篷中的亮光要变为黑暗 他的主语他也必熄灭 他坚强的脚步必见狭窄 自己的计谋必将他绊倒 因为他被自己的脚陷入网中 走在网罗上 圈套必抓住他的脚跟 强盗必胜过他 网罗为他设在土内 羁绊为他藏在路上 四面的惊吓要使他害怕 并且追赶他的脚跟 他的力量必因饥饿衰败 毁灭要在他旁边等候 他皮肤的力量要被吞吃 死亡的长子要吞吃他的力量 他所以靠的要从他帐篷拔出来 他必把他带到惊吓的王那里 既没一样属他的 他就住在他的帐篷里 硫磺必撒在他所住之处 下面 他的根本要枯干 上面 他的枝子要剪除 他的纪念在地上必然灭亡 他的名字在街上也不存留 他必从光明中被赶到黑暗里 必被赶出世界 在他本民中必无子无孙 在他的住处也无一人存留 在他以后来的要惊奇他的日子 好像以前去的受了惊害 恶人的住处总是这样 此乃不认识神之人的地步 约伯记第十九章 约伯回答说 你们搅扰我的心 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基石呢 你们这十次羞辱我 你们向我装作生人 也不以为耻 果真我有错 这错乃是在我 你们若真要向我夸大 以我的羞辱位证指责我 就该知道是 神清赋我 用网罗围绕我 看啊 我因为取呼叫 却不蒙听语 我大声呼求 却不得攻断 他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 使我不得经过 他又使我的路径黑暗 他剥去我的荣光 摘取我头上的冠冕 他在四围灭了我 我便去了 将我的盼望如数被移去 他的愤怒也向我发作 以我为敌人中的一个 他的军旅一起上来 修筑战路攻击我 在我帐篷的四围安营 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 使我所认识的诚然与我生疏 我的亲戚与我断绝 我的密友都忘记我 在我家寄居的 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 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 我换了我的仆人 他还是不回答我 我开口求他 我口的气味 我妻子厌恶 就是向他求从我所生的孩子 他还是增险 小孩子藐视我 我起来 他们就嘲笑我 我的密友都憎恶我 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 我的皮肉紧贴骨头 我只剩牙皮逃脱了 我朋友啊 你们可怜我 可怜我 因为神的手攻击我 你们为什么旁扶 神逼迫我 吃我的肉骸 以为不足呢 唯愿我的言语 现在被写上 唯愿这些话印录在书上 用铁笔铭刻 用铅罐在磐石上 只存到永远 我知道我的旧属主活着 末了之日必站立在地上 我这身体皮肉 虽被虫所坏 我仍必在肉体之内的剑 神 我的肺腑在我里面虽然消灭 我自己却要献他 亲眼要看他 并不像外人 你们却要说 惹事的根迹在乎我 我们为何逼迫他呢 你们就当惧怕刀剑 因为愤怒惹动刀剑的刑罚 是你们知道有审判 约伯纪第二十章 拿马人所法回答说 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 为此我要快说 我已听见那要羞辱我的话 我悟性的灵叫我回答 你岂不知亘古以来 自从人被安置在地 恶人夸胜是暂时的 伪善之人的喜乐 不过转眼之间吗 他的尊容虽达到诛天 头虽顶到云中 他终必永归灭亡 像自己的愤一样 素来见他的人要说 他在哪里呢 他必非去如梦 不再寻见 他被赶去 如夜间的一向 亲眼见过他的 必不再献他 他的本处也在献不着他 他的儿女 要求穷人喜欢 他的手要赔还不亦之财 他的骨头满有 青年时所犯的罪 都要和他一同躺卧在尘土中 他口内虽以恶味甘甜 藏在舌头底下 他虽爱恋不舍 含在口中 他的食物在肚里 仍要化为酸 在他里面 成为毒舌的恶毒 他吞了财宝 还要吐出 神要从他腹中掏出来 他必吸引毒舌的毒液 魁舌的舌头也必杀他 流密于奶油之大川西河 他不得再见 他劳碌得来的要赔还 不得吞下 要照他所得的财货赔还 不得想其中之乐 因他欺压穷人 且又离弃 因他强取 非自己所盖的房屋 他必是贪而无厌 所喜悦的 连一样也不能保守 他的食物 必没有剩下的 所以无一人向他求好处 他在满足有余的时候 必到狭窄的地步 凡恶人都必夹手 在他身上 他正要充满肚腹的时候 神必将猛烈的愤怒 降在他身上 正在他吃的时候 要将这愤怒项羽 降在他身上 他要躲避铁器 刚弓的剑 要将他射透 他拔刀出鞘 刀就从身上出来 发光的刀从他胆中出来 有金黄淋在他身上 一切黑银币 藏在他的隐秘处 人所不吹的火 要把他烧灭 他帐篷中所剩下的 必与他一同遭灾 天要显明他的罪孽 地要兴起攻击他 他的家产必然过去 神发怒的日子 他的货物都被冲去 这是恶人从 神所得的分 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 约伯纪第21章 约伯雀回答说 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 就算是你们安慰我 请宽容我 使我得以说话 说了以后 任凭你们吃笑吧 我岂是向人夙愿 若是夙愿 为何心灵不焦急呢 你们要看着我而惊奇 用手眼口 我每逢思想 心就惊慌 浑身战惊 恶人为何存活 想大寿数 势力强盛呢 他们眼见儿孙 和他们一同监力 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 神的账也不加在他们身上 他们的公牛 滋生而不断绝 母牛下毒而不掉胎 他们打发小孩子出去 多如羊群 他们的儿女踊跃跳舞 他们拿着闲情河谷 又因风情的生欢喜 他们度日诸事享福 转眼下入坟墓 故此他们对 神说离开我们吧 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 全能者是谁 我们竟要是奉他呢 我们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 看啊 他们的好处不在其手 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 恶人的烛常常熄灭 毁灭常常临到他们呢 神在怒中要向他们分散灾祸 他们就像风前的碎街 又如暴风刮去的康底 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 神报应他 他也必知道 他要亲眼看现自己败亡 亲自引全能者的愤怒 他的岁月既从中断绝 他与他本家还有福乐吗 神迹审判那在高位的 谁能将知识教训他呢 有人致死身体强壮 尽得平静安逸 他的奶桶充满 他的白骨滋润 有人致死心中痛苦 终身未偿欢喜吃喝 他们要一样躺卧在尘土中 都要被虫子遮盖 看啊 我知道你们的心思 并无害我的计谋 你们说 霸者的房屋在哪里 恶人住过的帐篷在哪里 你们岂没有询问过路的人吗 岂不知道他们所引的证据 要使恶人留待毁灭的日子吗 他们必被带往发怒的日子 他所行的 有谁当面给他说明 他所做的 有谁报应他呢 然而 他要被抬到营地 并要留在墓中 他要以谷中的土块为甘甜 个人随他以后而去 在他已先去的无数 你们对答的话中 既都错缪 怎么突然安慰我呢 约伯纪 第二十二章 提曼人以立法回答说 智慧人既获有益于己 人还能使 神有一魔 你为人公义 岂叫全能者喜悦呢 你行为完全 岂能使他得利呢 他岂因你敬畏 他就责备你 他岂审判你吗 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 你的罪孽岂不是没有穷尽吗 因你无故强取你兄弟的物位抵押 拨去贫寒人的衣服 困乏的人 你没有给他水喝 饥饿的人 你没有给他食物 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 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 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 折断无腹之人的绑壁 因此 有网络环绕你 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慌 或有黑暗蒙蔽你 并有洪水淹没你 神气不是在高天吗 你看星宿何其高呢 你说神知道圣魔 他岂能穿透黑云施行审判呢 蜜云将他遮盖 使他不能看见 他周游穷仓 你有留意上古的道吗 这倒是恶人所行的 他们未到死期就被砍下 根基毁坏 好像被江河冲去 他们向神说离开我们吧 又说全能者能为他们怎么行呢 哪知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 但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 一人看见他们的结局就欢喜 无辜的人吃笑他们 我们的货财未被剪除 但是他们所剩的都被火烧灭 你要认识 神就得平安 福气也必临到 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 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 你若归向 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出不易 就必得建立 这样你积蓄的金子 就必如尘土 俄斐的黄金 也必如西河石头 全能者就必做保护你的 你也必得保淫 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 向神扬起脸来 你要祷告他 他就听你 你也要还你的愿 你定义要做合适 必然给你成就 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 人降碑的时候 你仍可说 必得高升 谦卑的人 他必然拯救 无辜人的海岛 神必要搭救 他因你手中纯净 必蒙拯救 约伯记 第二十三章 约伯回答说 如今我哀告 我的责打比 我的爱恨还重 为愿我能知道 在哪里可以寻见 神 我好到他的台前 我就在他面前 将我的案件陈鸣 满口辩白 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 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 他启用大能与我争辩吗 必不这样 他必加利于我 在他那里一人 可以与他辩论 这样 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 只是看啊 我往前行 他不在那里 往后退 也不能见他 他在左边行事 我却不能看见 在右边隐藏 我也不能见他 然而 他知道我所行的路 他试炼我之后 我必如金金 我脚追随他的步履 我谨守他的道 并不偏离 他嘴唇的命令 我未曾背弃 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 过于我虚用的饮食 只是他心智已定 谁能使他转移呢 他心里所愿的 就行出来 他向我所定的 就必做成 这类的事 他还有许多 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慌 我思念这是 便去怕他 神使我丧胆 全能者使我惊慌 因为黑暗之中 我不被剪除 也不是因为 幽暗蒙蔽我的脸 约伯纪 第24章 定期既不从 全能者面前隐藏 为何认识他的人 看不现他的日子呢 有人挪移地界 抢夺群畜而牧养 他们拉去 无腹之人的驴 抢取寡妇的牛尾抵押 他们使穷人离开正道 世上的贫民尽都隐藏 看啊 这些贫穷人 如同野驴出道荒漠 从早起来寻找食物 他们靠着野的 给他们和儿女糊口 收割别人田间的河架 摘取恶人余胜的葡萄 他们使赤身的无衣而塑 以致他们天气寒冷 毫无遮盖 在山上被大雨淋湿 因没有毕身之处 就挨尽磐石 他们从母怀中 抢夺无腹的 抢取穷人的衣服 为抵押 使人赤身无衣而去 又从饥饿的人中 夺去河捆 在那些人的围墙内造油 踹酒诈 自己还口渴 人的爱亨从城而出 受伤的人哀嚎 神却不将余望 加在他们身上 又有人背弃光明 不认识光明的道 不住在光明的路上 杀人的黎明起来 杀害困苦穷乏人 夜间又做盗贼 肩肤的眼目 也等候黄昏 说 必无眼能现我 就改换面目 他们黑夜挖头房屋 就是他们白日为自己所留意的 并不认识光明 他们看早晨如死因 若有人认出他们 他们就在死因的惊骇中 这些恶人犹如水 快快飘去 他们所得的分在世上被咒诅 他们不得见葡萄园的路 干旱炎热 消没血水 坟墓也如此消没犯罪之辈 怀他的胎要忘记他 虫子要吃他 觉得甘甜 他不再被人纪念 作恶的人必如树折断 他恶待不育而不怀孕的妇人 不善待寡妇 然而 神用能力保全有势力的人 他兴起 人的性命难保 神使他们安稳 他们就有所倚靠 神的眼目 也看顾他们的道路 他们被高举 不过片食就没有了 他们将尾杯 被剪除 与众人一样 又如骨碎北戈 若不是这样 谁能证实我是说谎的 将我的言语 驳为虚空呢 约伯纪 第二十五章 书亚人比勒达回答说 神有治理之权 并且可谓 他在高处施行和平 他的诸君 岂能数算 他的光亮一发 谁不蒙照呢 这样在 神面前 人怎能称义 妇人所生的 怎能洁净 看啊 在神眼前 月亮也无光亮 星宿也不纯洁 何况如虫的人 如屈的是人呢 约伯纪 第二十六章 约伯回答说 无能的人 蒙你何等的帮助 绑壁无力的人 蒙你何等的拯救 无智慧的人 蒙你何等的指教 你向他多显 何等大的事 你向谁发出言语来 谁的灵从你而出 死物自珠水以下 并其中所住的造成 在 神面前 地狱显露 灭亡也不得遮掩 他将北极铺在空地 将大的挂在虚空 他将水包在密云中 云雀不破裂 他遮蔽他的宝座 将云铺在旗上 他以界线绕住珠水 直到白昼黑夜的尽头 天的柱子 因他的斥责颤动惊奇 他以能力分开洋海 他及知识 打伤骄傲人 他及他的灵装是朱天 他的手造出曲形的蛇 看啊 这不过是 神作为的些微 他的事 我们所听见的 是何等少呢 他大能的雷声 谁能名透呢 约伯记 第二十七章 约伯又接着用比喻说 我指着夺去我里的永生 神 是我心中愁苦的 全能者启示 我的气息上在我里面 神的灵 仍在我的鼻孔内 我的嘴绝不说邪恶之言 我的舌 也不说诡诈之语 神断不许 我以你们为事 我至死 必不除掉自己的纯正 我持定我的意 必不放松 在世的日子 我心必不责备我 愿我的仇敌如恶人一样 愿那起来攻击我的 如不义之人一般 伪善之人 遂以得利 神夺取其命的时候 还有甚么盼望呢 患难临到他 神岂能听他的呼求 他岂以 全能者为乐 他岂随时求告 神啊 神的座位 我要指教你们 全能者所行的 我也不隐瞒 看啊 你们自己也都见过 为何全然变为虚妄呢 神为恶人所定的分 强暴人从 全能者所得的产业 乃是这样 躺货他的儿女增多 还是被刀所杀 他的子孙必不得宝石 他所遗留的人 必死而埋葬 他的寡妇也不哀哭 他虽积续银子如沉沙 预备衣服如泥土 他只管预备 一人却要穿上 他的银子 无辜的人要分去 他建造房屋 如虫作窝 又如守望者所搭的棚 他虽负足躺卧 却不得收敛 转眼之间就不在了 惊恐如波涛将他追上 暴风在夜间将他刮去 东风把他飘去而离 又如狂风刮他离开本处 神要向他扔物 并不留情 他恨不得逃脱神的手 人要向他拍掌 并要发赤声 使他离开本处 约伯纪第28章 银子有矿 炼金有方 铁从地里挖出 铜从石中融化 他为黑暗定界线 查究幽暗阴翼的石头和死因 直到极处 洪水从居住之处发出 过路的人也想不到重水 他们干涸 与人远离 至于地 能出粮食 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 地中的石头 有蓝宝石 并有金沙 有一条路 智鸟不得知道 鹰眼也未见过 幼年的狮子未曾行过 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 人伸手凿开尖石 倾倒山根 在磐石中凿出水道 亲眼看现个样宝物 他封闭水不得滴流 是隐藏的物险露出来 然而 智慧有何处可寻 聪明之处在哪里呢 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 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 神员说 不在我内 沧海说 不在我中 智慧非用黄金可得 也不能平白淫味它的价值 俄斐金和贵重的红马脑 并蓝宝石 不足于较量 黄金和水晶不足于比较 金金的器皿不足于兑换 珊瑚 珍珠都不足论 智慧的价值胜过红宝石 埃塞俄比亚的黄宝石 不足于比较 纯金也不足于较量 智慧从何处来呢 聪明之处在哪里呢 是像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 像空中的飞鸟掩蔽 聂梅和死亡说 我们风闻其名 神明白智慧的道路 晓得智慧的所在 因他见差直到地极 便观普天之下 要为风定轻重 又度量诸水 他未雨录定命令 为雷奠定道路 那时他看见智慧 而且述说 他坚定并且查究 他对人说 看啊 敬畏 主就是智慧 远离恶便是聪明 约伯记第二十九章 约伯又接着用比喻说 唯愿我的景况 如从前的月份 如神保守我的日子 那时 他的竹照在我头上 我及他的光行过黑暗 我愿如幼年的时候 那时我在帐篷中 神带我有密友之情 那时 全能者仍与我同在 那时我的儿女都环绕我 那时我用奶油洗我的脚 磐石为我出游成河 那时我出去经过城门 在街上设立自己座位 少年人见我而回避 老年人也起身站立 王子都停止说话 用手掩口 首领静默无声 舌头贴住上膛 耳朵听我的 就称我有福 眼睛看我的 都给我作证 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 无人帮助的 何五父的 将要灭亡的祝福临到我 我也是寡妇心中欢畅 我以公义为衣服 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 我为瞎子的眼 瘸子的脚 我为穷乏人的父 素不认识的人 我查明他的案件 我打破恶人的塞甲 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 我便说 我必死在家中 必增添我的日子 多如沉煞 我的根肠到水边 露水中叶粘在我的枝上 我的荣耀在身上增心 我的功在手中日强 人听见我而仰望 静默等候我的指教 我说话之后 他们就不再说 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 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 又张开口如窃目春雨 我若向他们含笑 他们不敢相信 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 我为他们选择道路 又坐守卫 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 又如吊丧的安慰伤心的人 约伯纪 第三十章 但如今 比我年少的人细笑我 其人之父我曾藐视 不肯安在看守我羊群的狗中 他们壮年的气力 既已衰败 其手之力 与我何意呢 他们因穷乏饥饿 身体枯瘦就逃到从前荒废凄凉之地 在草丛之中采咸草 罗腾的根位他们的食物 他们从人中被赶出 人追喊他们如贼一般 以致他们住在荒谷之间 在地洞和盐穴中 在草丛中叫唤 在荆棘下聚集 这都是渔丸下贱人的儿女 他们比泥土还卑贱 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 以我为笑谈 他们厌恶我 远远地躲避我 不住地吐唾沫在我脸上 松开他们的绳索 苦待我 在我面前脱去配头 这等少年人 在我右边起来 推开我的脚 铸成战路来攻击我 这些无人帮助的 毁坏我的道 加增我的载 他们来如同闯进大破口的水 在毁坏之间滚在我身上 惊恐临到我 他们寻锁 我的性命如风 我的浮露如云过去 现在 我心极其悲伤 困苦的日子 将我抓住 夜间 我里面的骨头刺我 我的筋不得休息 因我病的大力 我的外衣改变 又如礼衣的领子 将我缠住 神把我扔在淤泥中 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 我呼求你 你不听云我 我站起来 你不顾念我 你待我变味残忍 又用大能的手抵制我 你把我提在风中 使我驾风而行 又消灭我的货彩 我原知道 你要使我临到死地 到那为众生所定的房屋 然而人欲毁灭 虽然求救 他并不向坟墓伸手 人遭难 我岂不为他哭泣呢 人穷乏 我岂不为他忧愁呢 我仰望的好处 灾祸就临到我了 我等待光明 黑暗便来了 我心里烦扰不安 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身 我没有日光 就哀哭行去 我在会中站着求救 我与龙卫兄弟 与猫头鹰卫同伴 我的皮肤在我身上有黑 我的骨头阴热烧焦 我的闲琴也变为悲音 我的风琴变为哭声 约伯纪第31章 我与眼睛立约 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 从至上的 神那里所得之分 是甚魔呢 全能者从高处的 所得之夜 是甚魔呢 岂不是毁灭临到恶人 灾害临到作孽的呢 他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 竖点我一切脚步呢 我若与虚妄同行 脚若追随诡诈 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称度 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 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 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 若有玷污粘在我手上 就愿我所种的 有别人吃 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 我的心若受妇人迷惑 或在邻居的门外敦服 就愿我的妻子 给别人推磨 别人浮在他身上 因为这是大罪 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 这本是火焚烧 直到毁灭 必拔除我所有的家产 我的扑鼻与我争辩的时候 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 身兴起 我怎样行呢 他查问 我怎样回答呢 造我在腹中的 不也是造他吗 将他与我团在腹中的 岂不是一个吗 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 或叫寡妇眼中失望 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 无腹的没有与我同吃 从幼年时孤儿与我同肠 好像父子一样 我从出母腹就引领他 我若见人因无一死亡 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 我若不使他因我羊的毛的暖 为我祝福 我若在城门口 现有帮助我的 举手攻击无腹的 就愿我的肩头 从缺盆骨脱落 我的膀壁 从羊石骨折断 因神师的毁灭 使我恐惧 因他与高位 我不能承受 我若以黄金位盼望 对金金说 你是我的倚靠 我若因财物丰裕 因我首多的资产而欢喜 我若见太阳发光 明月行在空中 心就暗暗被引诱 口便亲手 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 又是我背弃在上的 神 我若见恨 我的遭报就欢喜 显他遭灾便高兴 我没有容口犯罪 咒诅他的生命 若我帐篷的人未尝说 唯愿我们从主人的食物啊 我们不得饱足 从来我没有容客旅 在街上住宿 却开门迎接行路的人 我若向亚当遮掩我的过犯 将罪孽藏在怀中 我何曾惧怕大众 宗族藐视 何曾使我惊恐 使我闭口无言 渡门不出 唯愿有一个肯听我 看啊 我愿 全能者回答我 又愿我的仇敌好写成书 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词 在我这里 我必戴在肩上 又绑在头上为冠冕 我必向他述说我脚步的树木 必如君王进到他面前 我的地若向我喊冤 或是离沟向我吐苦 我若吃地的出产 不给价值 或叫原主丧命 愿这地长祭代替麦子 长恶草代替大麦 约伯的话说完了 约伯记 第32章 于是这三个人 因约伯自看未义 就不再回答他 那时有不惜人拦足巴拉加的儿子 以利护向约伯发怒 因约伯自以未义 不以神未义 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 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 仍以约伯未有罪 以利护正等候约伯说完了话 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 以利护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 就怒气发作 不惜人巴拉加的儿子 以利护回答说 我年轻 你们老迈 因此我惧怕 不敢向你们沉说我的意见 我说 年老的当先说话 瘦高的荡以智慧教训人 但在人里面有灵 全能者的启示 使人有聪明 尊贵的不常有智慧 瘦高的不常能明白公平 因此我说 你们要听我言 我也要沉说我的意见 看啊 你们茶酒所要说的话 那是我等候你们的话 侧耳听你们的辩论 留心听你们 谁知你们中间 无一人折服约伯 博导他的话 免得你们说 我们寻的智慧 神能胜他 人却不能 约伯没有向我争辩 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 他们惊奇不再回答 一言不发 我 岂因他们不说话 站住不再回答 仍旧等候呢 我也要回答我的一封话 沉说我的意见 因为我的言语满怀 我里面的灵机动我 看啊 我的胸怀如成就之囊 没有出气之逢 又如新皮带 快要破裂 我要说话 使我舒畅 我要张嘴回答 求你们不容我 看人的情面 或是奉承人 我不晓得奉承 若奉承 造我的主臂 快快除灭我 约伯纪 第三十三章 约伯啊 请听我的话 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 看啊 我现在开口 用舌发言 我的言语 是发乎心中所存的正直 我嘴唇要把知识明明地说出 神的 灵造我 全能者的气势 我得生 你若回答我 就站起来 将你的话 在我面前沉鸣 看啊 我照你所愿的替 神 我也是用途造成 看啊 我不用威严惊吓你 我的手也不重压你 你所说的 我听见了 也听见你言语的声音 说 我是清洁无过的 我是无辜的 在我里面 也没有罪孽 看啊 神照机会攻击我 以我为仇敌 他把我的脚上的木狗 窥查我一切的道路 看啊 你这话无理 我要回答你 就是 神比世人更大 你为何与他争论呢 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 原来 神说一次 两次 世人仍看不出来 人躺在床上 沉睡的时候 在梦和夜间的异象中 他就开通人的耳朵 将当受的教训 印在他们心上 好教人不从自己的谋算 将骄傲 从人面前隐藏 他拦阻人员魂 不陷于坑里 禁止人性命不死在刀下 人在床上 也被疼痛所罚 他的白骨 又为剧痛所成 以致他的命厌弃食物 心厌恶美味 他的肉消瘦 不得再见 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吐出来 他的性命临近坟墓 他的生命尽于灭命的 一千识者中 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他同在 只是人他的正直 神就给他开恩 说 救赎他免得下坑 我已经得了赎价 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 他就烦老孩童 他必祷告 神 神就要喜悦他 他必欢呼朝见神的面 因神要报答他的意 他查看世人 若有人说 我犯了罪 颠倒是非 这竟与我无异 神就要救他的原魂 灭入深坑 他的生命也必见光 看啊 神屡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 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原魂 使他被光照耀 与活人一样 约伯啊 你当留心听我的话 你不要作声 等我讲说 你若有话说 就可以回答我 你只管说 因我愿意 你为是 若不然 你就听我说 你不要作声 我便将智慧教训你 约伯纪 第34章 以利乎又说 你们智慧人啊 要听我的话 有知识的人 要留心听我说 因为耳朵试验话语 好像口长实物 我们当选择何谓时 彼此知道何谓善 约伯曾说 我是公义 神夺去我的理 我岂可说 谎言毁谤我的理 我虽无过 受的伤害不能医治 谁向约伯 喝鸡翘如同喝水呢 他与作孽的结伴 和恶人同行 他说 人以神为乐 总是无异 所以 你们明里的人 要听我的话 神断不治行恶 全能者断不治作孽 他必按人 所做的赏罚人 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 神必不作恶 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 谁曾派他治理大地 或是谁曾安定全世界呢 他若专心为人 将灵和气收归自己 凡有血气的 就必一同死亡 是人必仍归尘土 你若明里 就当听我的话 留心听我言语的声音 难道恨恶公义的 可以掌权吗 那治公治义的 你岂可定他有罪吗 人对君王说 你是邪恶的 这岂是何事 对王子说 你是不敬钱的 这岂算何以 何况那代王子 不逊情面 也不看重富足的 过于贫穷的呢 因为他们 都是他手所造 在转眼之间 半夜之中 他们就死亡 百姓被震动而去世 有权力地被夺去 非戒人手 神注目 观看人的道路 看明人的脚步 没有黑暗 死因能给作孽的藏身 神神叛人 不必使人到他面前 再三检查 他打破有能力的人 不可胜数 设立别人代替他们 他原知道他们的行为 使他们在夜间 倾倒灭亡 他在众人眼前 击打他们 如同击打恶人一样 因为他们转离他 也不留心他的道 以致他们 使贫穷人的哀声 打到他那里 他也听了 困苦人的哀声 他使人安静 谁能扰乱呢 他眼面 谁能见他呢 无论戴义国 或义人 都是如此 使伪善的不得作王 免得百姓受牢笼 人诚然一对 神说 我受了责罚 不再犯罪 我所看不明的 求你只教我 我若做了孽 必不再做 他施行赏罚 岂要随你的心愿 叫你推辞不收吗 选定的是你 不是我 你所知道的 只管说吧 名里的人 和听我话的 智慧人 必对我说 约伯说话 没有知识 言语中 毫无智慧 愿约伯被试验到底 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 他在罪上又加叛逆 在我们中间拍手 用许多言语抵挡 神 约伯纪 第三十五章 以利乎又说 你说 我的公义甚于 神的公义 你以为有礼摩 因你说 这与你有甚魔益处呢 又说 我罪弱被捷径 与我有甚魔好处呢 我要回答你 和在你这里的朋友 你要向诸天观看 瞻望那高于你的云彩 你若犯罪 能使神受何害呢 或你的过犯若加增 能使神受何损呢 你若是公义 你能给他慎魔呢 或他从你手里 还接受慎魔呢 你的罪恶 或能害你这类的人 你的公义 或能叫世人得益处 他们因多受欺压就哀求 他们因受大能者的绑毙 便求救 却无人说 造我的 神在哪里 就是那使人夜间歌唱 教训我们 甚于地上的走兽 使我们有聪明 胜于空中飞鸟的 在哪里呢 他们在那里 因恶人的骄傲呼求 却无人回答 虚妄的呼求 神必不垂听 全能者也必不眷顾 虽然你说你不得见他 判断仍在他面前 所以你信靠他吧 但如今因不是那样 他在怒中讨醉 在极难之境 约伯仍不知道 所以约伯开口中是突然 他多发无知识的言语 约伯记第36章 以利护又接着说 你在容我骗时 我就指示你 因我还有化为 神说 我要将所知道的 从远处引来 将公义归给我的造物主 我的言语真不虚晃 那知识全辈的与你同在 看啊 神有大能 并不藐视人 他的能力甚大 他的智慧甚广 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 却未贫穷人深渊 他时常看顾一人 竟是他们和君王同座宝座 他永远建立他们 他们就被高举 他们若被锁链捆住 被苦难的绳索缠住 他就把他们的座位 和他们所犯的过犯指示他们 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 得受教训 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 他们若听从事奉他 就必度日亨通 利年福乐 他们若不听从 倒要被刀杀灭 无知无始而死 唯唯善人心中积蓄怒气 他捆绑他们 他们竟不求救 他们在青年时死亡 终身裂在污秽人中 贫穷人在困苦中 他就把他们 趁他们受欺压 开通他们的耳朵 神也逼引你出离患难 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 摆在你席上的 避满有肥干 但你成就了恶人荡寿的审判 判断和刑罚抓住你 既有愤怒 就当谨慎 免得他把你击打出去 那时赎价虽大 也不能救你 他岂重看你的资财 他不重看金子 也不重看一切的势力 不要切木黑夜 就是百姓在本处被剪除的时候 需要谨慎 不可重看罪孽 因你选择罪孽 过于选择苦难 看啊 神用能力高举 教训人的 有谁向他呢 谁派定他的道路 或谁能说 你所行的为恶 你不可忘记 称赞他所行的为大 就是人所看现的 他所行的 众人都看见 世人也从远处观看 看啊 神位大 我们不能全知 他的年数也不能测夺 他是水滴化小 水滴交下成雨 如同雾一般 云彩将雨落下 佩然将雨世人 谁又能明白 云彩如何铺张 或神障墓的声音呢 看啊 他将他的亮光 普照在旗上 又遮覆海底 他用他们审判百姓 他赐丰富的粮食 他以云彩遮光 又借云彩来到中间 命光不得照耀 其中的声音表明此事 又向牲畜指明云雾 约伯纪 第37章 因此 我心也战惊 从他的远处移动 当测尔听他所发之声 并他口中所出的声音 他发响声震变 普天之下发电光闪到地的四季 随后人听见有雷声哄哄 大发威严 雷电接连不断 神发出奇妙的雷声 他行大事 我们不能侧头 他对雪说 要降在地上 对细雨和暴雨 也是这样说 他封住个人的手 叫所造的众人 都晓得他的座位 野兽进入雪中 卧在其处 旋风处于南方 寒冷处于北方 神虚气成霜 宽阔之水也都凝结 它使密云胜满水气 不散电光之云 这云是吉他的指引游行旋转 得以在全地面上行 他一切所吩咐的 或为责罚 或为润地 或为施行慈爱 约伯啊 你要留心听 要站立思想 神奇妙的座位 神何时安设这些 使他云彩的光照耀 你知道吗 云彩如何浮于空中 那知识全备者 奇妙的座位 你知道吗 南风使得寂静 你的衣服就如火热 你知道吗 你岂能与 神童铺穷仓吗 这穷仓坚硬 如同铸成的镜子 我们因黑暗 不能沉说 请你指教我们 该对他说圣魔话 人岂可说 我愿与他说话 若有人说话 他就必被吞灭 现在有云遮蔽 人不得见穷仓的光亮 淡风吹过 天又发晴 今天出于北方 在神那里 有可怕的威严 论道 全能者 我们不能测夺 他大有能力 有公平和大义 必不苦待人 所以 人敬畏他 凡自已为心中 有智慧的人 他都不顾念 约伯纪第38章 那时 耶和华从旋风中 回答约伯说 这用无知的言语 使我的旨意 暗昧不明的是谁呢 你当竖妖 做大丈夫 我问你 你可以回答我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呢 你若有聪明 只管说吧 你若小的就说 是谁定地的尺度 是谁把准绳 拉在旗上 地的根基 安置在何处 地的角石 是谁安放的 那时 陈兴一同歌唱 神的众子 也都欢呼 海水冲出 如出胎包 那石水以门扇 将海关闭呢 是我用云彩 当海的衣服 用幽暗档 包裹他的布 为他定界线 有安门河栓 说 你只可到这里 不可越过 你狂傲的浪 要到此止住 你自生以来 曾命定尘光 使清晨的日光 知道本位 叫这光普照地的四集 将恶人 从其中驱逐出来吗 因这光 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 他们出现如衣服一样 亮光不照恶人 强横的绑壁 也必折断 你曾进到海源 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 死亡的门 曾向你显露吗 死阴的门你曾见过吗 地的广大 你能明透吗 你若全知道 只管说吧 光明的居所 从何而至 黑暗的本位 在于何处 你能带到本境 能看明 骑士之路吗 你知道这些 因为你早已生在世上 还是因为 你日子的树木甚多 你曾进入雪库 或见过包仓吗 这雪宝乃是我为降灾 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 所预备的 光亮从河路分开 东风从河路被光 分散遍地 谁为雨水分道 谁为雷电开落 施雨降在无人之地 无人居住的旷野 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风足 嫩草得以发芽生长 雨有负吗 露水珠是谁生的呢 冰出于谁的胎 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 珠水隐藏如石头 深渊之面凝结成冰 你能细住卯星的结吗 能解开参星的带吗 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吗 能引导北斗和随踏的种子吗 你知道天的定力吗 能使地归在天的泉下吗 你能向云彩扬起生来 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吗 你能发出闪电 叫他们行去 使他们对你说 我们在这里 谁将智慧放在怀中 谁将聪明赐于心内 谁能用智慧竖算云彩呢 谁能倾倒天上的平呢 那时尘土聚集成团 土块紧紧接连 你能为狮子抓取食物 食少壮狮子饱足吗 那时他们在洞中敦服 在隐秘处埋伏 乌鸦之厨因无食物飞来飞去 哀告 神 那时谁为驼预备食物呢 约伯纪第39章 山檐间的野山羊 鸡石分面 你知道吗 母鹿产毒之期 你能查定吗 鸵们怀胎的月数 你能竖算吗 鸵们鸡石分面 你能晓得吗 鸵们屈身 江子生下就除掉疼痛 这子渐渐肥壮 在荒野长大 去而不回 谁放野驴出去自由 谁解开野驴的绳索 我使旷野作驼的住处 使荒地当驼的居所 鸵吃孝城内的群众 不听赶牲口的喝声 遍山是鸵的草场 鸵寻找各样青绿植物 独角兽 其肯服侍你 其肯住在你的草旁 你岂能用 套绳将独角兽拢在 离沟之间 鸵其肯随你 爬山谷之地 其可因鸵的力大 就已靠鸵 其可把你的公交 给鸵做吗 其可幸 靠鸵 把你的粮食运到家 又收据你 河肠上的骨吗 岂是 你把华美的翅膀 给孔雀 把翅膀和灵毛 给鸵鸟吗 阴鸵把蛋留在地上 在尘土中 使它们温暖 却忘记 它们可被脚踹碎 或被野兽弄破 鸵硬心带除 似乎不是自己的 虽然徒受劳苦 也不畏除惧怕 因为 神使鸵没有智慧 也为将悟性赐给鸵 鸵几时挺身高举自己 就吃笑马和骑马的人 马的大力 是你所赐的吗 鸵颈向上扎的雷声 是你给鸵披上的吗 是你教鸵跳跃像炸猛吗 鸵喷气之威 使人惊慌 鸵在谷中刨地 自喜其力 鸵出去迎接佩戴兵器的人 鸵吃笑可怕的是 并不惊慌 也不因刀剑退回 剑带和发亮的枪 并盾牌在鸵身上 鸵鸵有声 鸵发猛烈的怒气 将得吞下 也不相信 这就是号声 号声当中 鸵说呵哈 鸵从远处闻着战气 又听见军长 大发雷声 和兵丁呐喊 鸵却飞翔 展开翅膀 一直向南 岂是挤你的智慧吗 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 岂是听你的吩咐吗 鸵住在山岩 以山峰和坚固之所为家 从那里窥看实物 眼睛远远观望 鸵的厨也吸血 被杀的人在哪里 鸵也在那里 约伯记第四十章 耶和华又对约伯说 抢遍的岂可与 全能者争论吗 于神辩驳的 可以回答这些吧 于是 约伯回答 耶和华说 看啊 我是卑贱的 我用慎魔回答你呢 只好用手眼口 我说了一次 再不回答 说了两次 就不再说 于是 耶和华从旋风中 回答约伯说 你要如勇士束腰 我问你 你可以指示我 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 岂可定我有罪 好显自己为义吗 你有 神那样的绑壁吗 你能向他发雷声吗 你要以荣耀 庄严为装饰 以尊荣华美为衣服 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 献一切骄傲的人 使他降倍 见一切骄傲的人 将他制服 把恶人践踏在本处 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 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 我就认你 右手能以救自己 你且观看巨兽 我造你也造驼 驼吃草与牛一样 且看 驼的气力在腰间 能力在肚腹的旗上 驼摇 驾动尾巴如香薄 驼 驼外肾的筋互相联络 驼的骨头好像铜管 驼的骨骼旁腐铁棍 驼在 神所造的雾中未首 创造驼的给驼刀剑 珠山必给驼出食物 也是一切走兽游玩之处 驼服在树荫之下 握在芦苇隐秘处和水洼子里 树荫的阴凉遮蔽 西旁的柳树环绕驼 看啊 驼喝进河水 并不急促 就是约淡河的水 驼也自信能咬到口中 在驼防备的时候 谁能捉拿驼 谁能牢笼驼穿驼的鼻子呢 约伯记 第四十一章 你能用于勾吊上水怪模 能用绳子压下驼的舌头模 你能用绳索穿驼的鼻子吗 能用勾穿驼的塞骨吗 驼起 向你连连恳求 说柔和的话吗 岂肯与你立约 使你拿驼永远做仆人吗 你岂可拿驼当鹊鸟玩耍吗 岂可为你的幼女将驼捆住吗 大火的渔夫 岂可拿驼当货物吗 能把驼分给伤人吗 你能用倒勾腔 扎满驼的皮 能用鱼叉 插满驼的头吗 你按手在鸵身上 回想与鸵的征战 不要再这样行了 看啊 人盼望捉拿鸵是突然的 人一见鸵 岂不倒下吗 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鸵 这样 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 谁先给我肾魔 使我偿还呢 普天之下 一切都是我的 论到鸵的肢体和其大力 并美好的骨骼 我不能肩磨不严 谁能剥鸵的外衣 谁能进鸵上下牙骨之间呢 谁能开鸵的腮甲 鸵鸭齿四尾是可畏的 鸵以坚固的鸵甲位可夸 仅仅合必如同印封的严密 这鸵甲一一相连 甚至气不得透入其间 他们都是互相联络 交结使他们不能分离 鸵打喷嚏就发出光来 鸵眼睛好像早晨的眼皮 鸵鸵口中发出燃柱的灯 与飞泵的火花 鸵鼻孔冒出烟来 如出烧开的锅煮开的斧 鸵的气点着煤炭 由火焰鸵鸵口中而出 鸵井巷中存着尽力 愁苦在鸵面前都变为喜乐 鸵的肉块互相联络 皆是其中不能摇动 鸵的心结实如石头 如一块下墨石那样坚实 鸵一起来 勇士都惊恐 心胆激烈便都逃避 人若用刀 用枪 用镖枪 劈铠铠甲扎 都是无用 鸵以铁味甘草 以铜味烂木 剑不能孔下鸵 使鸵逃避 弹石在鸵 看尾碎阶 镖枪算尾何阶 鸵赤笑搜动的枪 有尖石在鸵以下 鸵将坚物铺在淤泥上 鸵使深渊开滚如锅 使洋海如锅中的告犹 鸵行的路随后发光 令人想深渊如同白发 在地上没有像鸵造的那样 无所惧怕 凡高大的 鸵无不藐视 鸵在骄傲的儿女上作王 约伯记第四十二章 约伯回答 耶和华说 我知道你一切都能做 又叫意念不能向你断绝 谁用无知的言语 使你的旨意隐藏呢 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 这些事太奇妙 是我不知道的 求你听我 我要说话 我问你 求你指示我 我从前封闻有你 现在却亲眼看见你 因此我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 耶和华就对提曼人以立法说 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 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 现在你们要娶七只公牛 七只公绵羊 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 为自己献上凡祭 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 因我毕阅纳他 免得我按你们的愚望伴你们 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 于是提曼人以立法 书亚人比勒达 拿马人所法照着 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 耶和华就悦纳约伯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 耶和华就是约伯从掳掠转回 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 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约伯的弟兄 姊妹和以前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 在他家里一同吃饼 又论到耶和华所降雨 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 每人也送他一块钱和一个敬尔还 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钱更多 他有一万四千羊 六千骆驼 一千对牛 一千母驴 他也有七个儿子 三个女儿 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 次女叫基西亚 三女叫基连哈普 在那全地的妇女中 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 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 此后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 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 这样约伯年纪老迈 日子满足而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